張秀村小姐返鄉投入茶產業 在去年度 春東兩季入骨巷農會比賽茶中 與家人所製作出的茶葉 更是獲獎連連 這樣的好成績 也是受到地方各界的矚目 回來以後爸爸媽媽他們 很耐心的去教導我們 認識茶葉的每一個區塊 才有去茶改廠裡面 然後請教一些黃芬廠長 還有林如鴻站長 他們不令指教 對我們家幫助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才會越來越進步 春季的話是得到 鹿骨農會的排名四 那冬季的話 我們更上一層 我們得到鹿骨農會的排名二 跟排名九這樣 張小姐父親對於女兒 反向承接家族茶產業 能有這般好表現 也是感到既開心又欣慰 因為本來 她是在早期上班 像要回來接我 我剛才聽到也怕 怕一條 想不到說她也很認真 有用我的經驗 也要用她新的智慧 所以我們新茶樓 才有今天這個生酒 我也覺得很開心 而近期鄭小姐也跟隨父親腳步 決心以探背方式致茶 希望將傳統冬頂烏龍茶的好滋味 持續傳承發揚 我覺得傳統冬頂烏龍茶這一塊 漸漸的在都市中有點視為的狀態 那我覺得很可惜 就要傳承下去 那我覺得我們的一個傳統制法 跟陪法的話 這一項也是爸爸的一個手藝 所以我不想要讓他們消失 我想要用心地學起這一塊 然後讓這個味道 讓更多人知道 先遠陳玉林也稱讚 鄭小姐是青年返鄉的楷模 期待地方農業 因為有更多年輕力量的注入下 有更好的發展 鄭小姐 她是一個很標準的 一個青年返鄉的楷模 未來有一些年輕人的力量 來綜織農散 我相信說 我們在山到六國的農散的部分 她會越來越讚 也會發揚光大 所以在這裡歡迎 有人在這裡歡迎 歡迎我們的青農 年輕人 能夠加入我們農產的行業 讓我們竹山陸谷的農產 能夠越來越厲害 能夠在世界上 也能夠發光發亮 議長何尚峰肯定鄭小姐的用心 也相信 因為有更多年輕人的投入之下 地方茶產業發展 必定能夠有形成部 所以持續進步 記者盧依凱陸谷採訪報導